大家好我是又哥 我打完比賽的那天晚上 我朋友就傳了一個新聞的連結給我 我一看這不就是Yahoo 奇魔新聞的一個連結嗎 他底下標的打了傳說對決校園 點點點點點 因為字太多嘛 然後我就點下去 點下去的時候我竟然發現到 這不是就是 我們下午的時候打那個 校祭杯北區的一個新聞連結嗎 然後底下 就是我們那些 比賽的照片啊 甚至說 比賽說明啊 那現在這個畫面大家可以看到 傳說校園杯S2北區 他出入是中華還有榮華進軍的全國賽 那這是我們的兩隊的一個照片 然後這底下呢就是會寫一些相關於這個比賽 那他就是寫說 中華跟榮華就是晉級全國賽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Yahoo 奇魔新聞的一個版面 那他是屬於一個運動版 那當然還有這一個啦 那這一個是我們打完第一場的時候 就是八強賽 那八強賽那底下呢 這一樣也是 我們的圖片 那他好像都是new talk 寫出來的新頭殼喔 他好像 翻中就這樣子 那這底下的一個內容就是在寫說 我們這場比賽 我們到底幹了什麼 做了什麼 就是比賽都在幾分鐘在幹什麼啊 然後還有時候隊友 做什麼事情 他都寫得蠻清楚的啦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 漏洞這樣子 因為畢竟整場比賽 你不可能寫的都是很完美的 但是都是寫的 已經蠻清楚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新聞連結就是 這個 這個是我們打第二場的四強賽 他一樣 所以總共加起來就三個新聞 當然這個新聞喔 那個pizza 不是重點 好不好 那個 這個pizza 好不好 不是主角 不是重點 重點是 就是底下這個新聞 他一樣都是在Yahoo 奇魔新聞 所看到的 當然應該是上不了那種電視真正的新聞 但是上偶爾是可以 可以發現到這個 Yahoo奇魔新聞 有這個版面在 其實自己看到 就蠻開心的 然後底下也是寫的這個 比賽一些內容 雖然 這個比賽內容比較少 但是因為這場 可能遊戲時間比較短 就沒有那麼精彩 也沒有那麼多可以寫 那最主要呢 就是 比賽的名字 不是最重要的目的 而是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學習到了什麼 你是不是有在享受這個過程 還是說你永遠都是在精神非常緊繃 去完成 這個過程 那如果是的話 你要 你是不是要嘗試來放輕鬆 那下一次 絕對會更好 那有非常多的觀眾 在底下留言說 我只有B牌 我就不敢去打這種消極杯 那其實 你是可以參加的 像我們這次 這次的八強賽 也有很多A牌跟B牌來參加 他們也都打到八強 甚至到四強 都有 只是說 看你有沒有那個勇氣 來去 報名這個 這個賽事 那還有一個粉絲 他在我的FB粉絲專頁 底下留言 他說 我六歲的兒子 看到佑哥的兩場比賽 他都興奮的 在撞牆 當然我看到 就是 傻眼啦 但是 不可能去撞牆 但是一定是興奮到 太High 就是那一種 就是太興奮 我心中 在撞牆一樣 那麼的興奮 但是不可能 真的撞牆 我相信 但是我看到這個就是 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 訂閱 喜歡 小鈴鐺 我是佑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影片結束囉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的話 可以選擇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可以收到我影片更新的第一手消息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